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他说佛住在南京胡家的时候 胡老太太他对看相算命的事最迷信不过 不时跑到夫子庙去替儿媳算命 那时候夫子庙有个著名的看相算命先生 名叫铁算盘 一般人传说 那个铁算盘 他看得相算的命 那是灵透了 简直说他像活神仙一般 所以 当时一些达官贵人 太太小姐们 都欢喜去寻铁算盘 看相算命 胡老太太 自然也是铁算盘的主顾之一 她每次算命回来 照例向家里人讲说一番 讲得有声有色 金金有味 说到好的地方 没开言笑 好像明天就会天上掉下金元宝 要当大富翁似的 说到坏处 怨声叹气 好像马上获释临门的样子 有一次 胡老太太大孙儿胡大东正准备订婚 他对于这件大事 当然要跑去寻铁算盘算一算 看看与那女子的命合不合 他算罢回来 欢天喜地 已经铁算盘说 他俩八字是天造地设贵不可当 将来还会生五男二女 真个是七子团圆 福贵受考 有说不尽的好处 原来铁算盘的规矩 看流年定价五元 批八字十元 因为胡老太听说 孙儿媳的八字太好 一时高兴 另外掏出十元 送给铁算盘吃茶 如此 真算的是铁算盘了 胡老太讲说算命的话 我同活佛也都在旁边静听着 待胡老太说完之后 活佛打了一个哈哈笑说 我也会算命嘞 大家以为他说笑话 一会儿 活佛又献出一股正经深情说 当真我会算命 胡老太笑说 那么我把我的八字说出来 请活佛算算我这个老命如何 只听活佛好像开玩笑似的说 一两个人的命 一两个人的命我不愿算 我要算多数人的命 最好是天下人的命都交给我算 胡老太不等说完 马上问道 那是怎么一回事 你怎样算法 佛佛说 自然有道理 我自然有我的算法咯 那些算命的先生 他认为世上的人各有各的命 各有不同 我看却没有两样 不但人与人的命相同 就是飞禽走兽 乃至鱼虫的命 也与人没有两样 不过外向上不同就是 胡老太叫道 活佛 你越说越神了 哪有这回事 活佛说 当真 当真 胡老太笑说 那么就把世人的命算算吧 活佛点点头说 容易容易 要我算 我就算 说吧 他把两眼一闭 不说话了 大有说书的先生 刚刚讲到紧要处 起身走下台去的神情 这时 大家心里发急 叫着 活佛你算了 一会儿 活佛睁开眼 很正经的说 我算命 不排 甲乙丙丁 物己更新 拔个字 我算人的命 只有一个字 这个字叫做 夜 普通人说的命运 佛说就是 夜缘 你们大家认为 这个会说话 会穿衣吃饭 会走路的是生命 佛说就是 报身 由于过去 造作有业 故现在 就有受报的 这个身子 业 有静业 染业 两种 静业 即是 善业 染业 即是 恶业 过去造的 善业 现在 受善报 造的恶业 现在 受恶报 如果过去 善业 恶业 都有 现在 那就 罪报 福报 要坚受 善恶业 业力 无影随形 丝毫不爽 活佛接着又说 世上的人 同样都是人 为什么有的降福 有的受苦 这就是因为 个人的素业不同 不但 大家的素业 各个不同 就是一娘所生的儿女 遭记也都不一样 相貌 也有好丑分别 性情 有善的 也有恶的 行为举动 也都各式各样 何以 美貌的夫妻 会生出丑陋的儿女 有的父母 非常丑陋 儿女 却长得 十分端正 这 就是个人过去 造作的业之不同 故现在 受报 也不一样 活佛停了一会儿又说 这个业 非外来 亦非自然 都是内在 也都是自己 造作出来的 胡老太问 是眼造业吗 手造业吗 鼻造业吗 活佛笑道 全不是 眼耳鼻舌身 都不会造业 能造业的 是自己的 是自己的心 一切为心 所造 比如 你胡老太会绘画 从前欢喜画山水风景 现在却欢喜画观音像 都是由你的心转变 绘画的手 不过受你的心指使而已 如果你心里 如果你心里不想会画 手也就画不出东西来 眼耳鼻舌身 都是同样道理 心里不想看什么 眼就不会见到外面景物景色 心里不想听什么 耳朵也自不会听得声响 心里不想嗅什么 鼻自不会了别 香臭气味 心里不起分别 身体也就不知有冷暖轻重粗细 一切都是心的主宰 一切都是受心的支配 活佛说到这里 恐怕再说深奥了 胡老太听不懂 于是转变话题说 世上的人都希望福贵受考多子多孙 哪晓得儿孙都是前世修计的 不是偶然 不是预先知道的 也非求得到的 前世有善行 这一辈子自然降福长寿 前世有儿女业缘 这一生自然会有儿女 她自然会来 你不要她 她也要来 她要来阻挡不住 没有儿女缘 怎么也求不得 你要想知道 你前世做的是什么业 那你可以在你这一生 所受的上面去领会 你要是问你将来的结果怎样 就看你现在起心动念如何 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不要算命了 活佛说到这里 打了一个肠哈哈 我真好笑 大家问 笑什么 活佛说 我笑世人懵懵懂懂懂的声 懵懵懂懂懂的死 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命 他前世干的一些什么事 是善事 是恶事 我更好笑那些算命先生 他自己的来历因缘和结果 自己都认不得 怎么能够认识人家的命运 敢大胆预料 人家前途疾凶祸福 既然个人过去造的业 个人都不明白 试问 这个命又从何处算起 如何算法 怎样算得通 怎样算得明白 活佛说着拍了一个巴掌叫道 胡老太 算命这个勾当 是江湖术士欺骗钱财的把戏 信不得的 我告诉你吧 真正会算命的 只有释迦佛 他才知道 大地人类的生死罪符 果报因缘 信佛学佛的人 要信佛说的话 不要算命 只问你现在这个心 胡老太听了活佛这番说话 才领略到命运两制 靠不住 应该相信 业力 当时感叹着说 活佛 你的话提醒了我 我要早听到这话 也就不会做冤大头 花那些算命钱哟 大家听了一阵大笑 活佛那次谈命 他的那一番说话 指出佛教所说人生真理 他的意思 是叫人不要相信命 而是要相信业 叫人不要造恶业 多造善业 自有好结果 中国人有两句艳化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正事